大家早安 今天的推播話題一開始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如果你接下來馬上要去搭捷運 或者是火車 來去通勤上班的話 有沒有想過說 在列車的哪一端 比較不會有染疫風險呢 不過最近英國的最新研究室 表示說 其實無論是列車的哪一端 車頭車尾還是中間段 染疫風險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專家就提醒了 如果車潮 這個人潮比較多的時候 盡量是不要待在車漿的中間段 因為這裡的空氣流通比較慢 還有專家也提醒 是一定要戴好一點的口罩 因為這比社交距離 還要來得有保障 再來我們看到的視聞 網友在網路上分享說 昨天23號的時候 高雄尼亞區出現了 這個神秘的街頭景象 是一個駝板車 拖著這個4米高的大木箱 而且旁邊不但還有陷阱 還有警車 甚至還有兩位遠警的是 騎到車子一路護送他 網友就猜說裡面到底是什麼 有人猜說是半導體機台 有人猜說是快篩世紀 但也有網友猜說 會不會是變形金剛 不過現在沒有正式的答案 但是已經在網路上掀起熱議了 還有外送員 他是在網路上分享了 他收到了一張特殊的訂單 這個上面備註寫說 麻煩你上來幫我打蟑螂 他也真的是使命必達的 爬了六層樓高上去 幫一名正妹顧客 幾秒鐘就解決了一隻蟑螂 但是他也拿到了 300塊錢的小費 可是這個外送員後來也發文了 他說上去的時候 真的是腳都軟了 但不是因為蟑螂太可怕 而是因為這個六樓 都沒有電梯爬上去 真的腳太累了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有網友在網路上分享說 磕水麵的最新吃法 是直接把整顆皮蛋 剝殼 丟進去 碾碎了來吃 但有很多網友說 這個磕水麵跟皮蛋 我都可以加在一起 我真的不行 不過有網友 非常的有實驗精神 是真的去實驗了 實際吃吃看 覺得味道還不錯 如果你有興趣 也可以試試看 再把時間交還給主播